我們先來介紹一下這個實用3D要怎麼用 首先它其實支援你可以call out求救的 就是有這些模型格式 我們早上不是用OBJ嗎? DAE 那3DS就是以前我大學是在玩的那個3D Max 那種格式 那另外KMD可能大家平常比較少聞到 這是Google地球的 所以Google地球以前也有3D模型 所以一樣它都支援 那你進來之後執行的有沒有就這4個視窗 對不對 這4個視窗 那這4個視窗我們稍微看一下 在這裡 左上角這邊就是它的模型部 那為什麼一直強調說它是最簡單的 各位老師以前有沒有玩過半家家酒 所以你半家家酒買好了之後就自己擺一擺 就跟那個概念一樣 我們最重要的就是它有所謂的模型庫 都已經幫你分門別類整理好 所以你看這個軟體你不會做模型正常的 但是你會找模型就好 那我就找到你看我這邊有沒有分門別類 好那你往下走還有喔 因為官方的其實只有0到9這裡而已 但是下面這邊還有沒有其他的 還有很多其他的 但是你就可以像這樣找一找 比如說我要找這個戶外的 等一下 有沒有一堆戶外的都跑出來了 模型就有了 那你需要用到它的時候就把它按著 比如說我覺得我們需要一個這個野餐桌 就把按著丟出來 事實上這套軟體很重要 它的操作都在2D完成 3D只是不小心 有沒有看到下面就有3D 所以呢我們順便介紹一下剛剛的另外一個視窗 另外兩個視窗在這裡 有沒有上面這個就是2D 下面就是3D 所以我們真正在實用成定做的都是在2D 下面僅供看而已 3D只有看而已 所以不會3D是正常的好嗎 你看喔我回到剛剛這邊啊 這裡對不對 下面有沒有旋轉 按滑鼠左鍵旋轉 這樣簡單嘛 就看而已 所以你今天要再找個椅子 你就找找看有沒有適合的椅子 好來有堂椅有梁椅 好丟進來 有沒有不小心這樣就有了 對不對 那你點到哪一個模型 那個模型會放到3D仕途的正中間 這個我有調整過 預設子不是這個 點到它有沒有就這種進來了 那你滑鼠滾輪往前往後有沒有 你看喔 這樣有沒有跟我們3D Slash 跟Tim Gugget的操作很像 你在下面就看而已啦 所以模型請你不要往下丟喔 好嗎 沒有用 請你往上丟 請問這樣有沒有不小心 很快模型就見好了 而且這是有材質的 最重要就是說這是有材質的 那既然兩個2D跟3D會的 我們再看一下左下角 左下角這邊呢就是什麼 你有使用到的3D模型的列表 因為呢我們在這邊 三個算是小case 你應該知道你們家有很多東西 是找不到的對不對 有大有小 所以呢如果呢你在這邊選 有沒有就等同上面選 我在這裡選到野餐桌 有沒有上面就選到野餐桌 所以可以用這個方式 比較快的去選到你們家的模型 好這些模型 這樣對這個界面有沒有比較熟悉 當然如果你覺得 我就記得我有一個模型 但是我忘記放在哪個類別 沒有關係 它有提供搜尋的功能 所以你看 我在這邊有一個搜尋列 當然一般來講 如果各位會找不到的 我就會把它類別換到全部 如果我只切換到人物跟動物 那他就只找這個類別 所以我就找到全部 好比如說我想要找車子 還是你要找馬 好我找一個馬 有沒有看到很多馬就出來了 用中文可以 這很重要對不對 你可以直接找中文 我就找一隻馬丟出來 好這樣又一隻馬出來了 所以界面的部分 應該算是蠻容易的 那我們再往下看一下喔 界面了解的 往下看就是 看一下它的狀態可視 因為每個軟體都有自己的專屬格式 因為每個軟體都有自己的專屬格式 所以它的專屬格式 叫做 SweetHome 3D SH3D 副檔也是這一個 但是各位呢 因為我們現在用的是 免看窗版本對不對 所以比較抱歉 不能像一般office這樣點兩下就打開 所以假設 假設我今天把這個存檔 儲存 好這個 1 1 好先存一個檔 存檔 那你看一下我的桌面上 有沒有這樣 點兩下沒辦法開喔 因為沒有做關聯嘛 所以說麻煩你 自行 來上面這邊 有沒有 開啟就檔 你要用這種方式 等於軟體先打開 再打開專案檔 這種方式是適合 就是如果你是用免安裝的部分 好那如果你用這個安裝版 那沒有問題 點兩下還是可以開 第二個 我順便再提一下 我這個版本 除了模型比較多以外 您看到上面這邊 有沒有注意到 上面有一些英文的選單 因為使用戰地有外掛程式 這些就是所謂的外掛 也就是說輔助我們這套軟體的 好那這個都不是用破解的 反正這官方 論案這樣就有 所以我只是幫你放進來而已 所以萬一 我們等一下會用到的時候 你就可以來這邊 使用一些外掛功能 那我在那個整理的 網站裡面 我有一個類別 有沒有一個外掛程式 我現在有稍微寫兩個 稍微寫兩個 但是還沒有全部都介紹到 這就是以後我的功課 像這樣子 所以我這邊有稍微整理一下 稍微整理一下 好 這樣 對於它的操作界面老師 還沒有問題 因為相對位置 相對位置是嗎 相對位置是嗎 對 在平面2D 所以你要看3D 所以你要看3D 對 但怎麼你 就是你沒有辦法的進入能力 在5場面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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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知道老師的問題 好等一下我先來介紹一下這個 您就會比較清楚 來 我們進到這個講義 我往下走 老師就是要認識這個東西 這一頁的這個東西 3D模型它會有 這 1 2 3 4 有沒有四個角落不一樣 好 這四個角落不一樣 我們來實際看一下 點到這邊 有沒有 點到模型 它四個角落有沒有不同功能 中間十字就是移動 這沒有問題 好 但是四個角落有不同的功能 這個老師要先認識 好 那你看喔 我來找這邊 旋轉 OK 對不對 就模型轉個方向而已 然後呢 高度跟縮放 這兩個 這兩個 平常我是沒有特別鼓勵老師 直接用這兩個做 因為這個是非等比例縮放 也就是說這個紙條高度 這個紙條寬度跟那個長度 所以您看一下來 我直接調整 你就會比較清楚 我拿這個桌子 來做 好 你看我放 往前一點 往前 欸各位 如果你覺得這樣往前太慢 我現在滾了對不對 我現在滾了 你會覺得比較慢一點 你們可以試看看 我們下面有寫快速鍵 就是 中間的滑鼠這個滾輪 你可以按住拖翼 按住往前或往後拖翼 這樣子前進有沒有比較快一點 這樣有沒有比較快 慢的你用滾的有沒有 所以這個你可以調 來我們看一下 這個叫做調整高度 你看 有沒有紙條高度 這樣是非等比例的縮放 對不對 紙條高度的 然後這個是紙條寬度的 是不是紙變寬 高度不變 所以我平常沒有特別鼓勵說 你用這種方式調整 因為 模型總是要等比例縮放 會覺得比較正常一點 那怎麼等比例縮放 你就點兩下 咚咚 有沒有進來了 在模型上點兩下 或者你很堅持 一定要看到那是什麼功能 請你按滑鼠右鍵 按滑鼠右鍵 有沒有一個叫做自定義家具 因為使用3D這套軟體 它原本是用來做室內設計的 所以它把模型稱作家具 清楚了 好 我就按一下進來 你進來之後 有沒有看到這個地方 有沒有大 大小 但是麻煩你調整之前 先把這裡勾起來 維持比例 這樣子 你一條 比如說我變300 有沒有 下面一條 一定要先勾 你不要改的再勾 先勾按確定 有沒有這樣等比例的縮放 這樣清楚了 那還原在這裡 你可以按Ctrl加計 也可以在這邊 還原跟重做在這裡 OK 這個是 你先認識 那 剛剛老師的問題就出現在這裡 今天我再找一隻小兔子好了 來 我們記得有兔子 馬兔我確定沒有 馬兔我確定沒有 好兔子有沒有 找到了 丟出來 你要找狗也可以 來你看一下 有沒有發現兔子坐在椅子下面 那我希望他坐在椅子上面可以嗎 還是要坐在餐桌上面 怎麼辦 就是我們剛剛要看的另外一個 因為你現在是3D 所以有沒有一個東西叫懸空高度 跟地面的距離 跟地面的距離 所以我回到這邊來 這裡 滾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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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滾 再放大鏡 但是這樣有點累 我平常都不用這個 我搭配這個 來你看一下 老師網頁的縮放會不會 有沒有滾輪 往前往後 Ctrl按著加滾輪往前往後就好了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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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放大 Ctrl按著加滑鼠滾滾 這樣有沒有比較快一點 好 那我把它再放大 Ctrl加滾滾滾 Ctrl加滾滾 這樣是放大到很大了 好 那你看一下囉 現在我點到它 移到上面來 有沒有 移到上面來 我建議老師您在移動的時候 是從中間往外移動 有沒有比較容易找到 因為有的老師會從外面直接進來 外面你比較不好找 從中間往外掃 你會發現它比較容易變成那個 這樣有看到的 好 你看喔 按住它 把它往上拉 有沒有浮起來了 這樣就浮起來了 所以你這樣就可以放上來 但是因為 我這樣放上來 可是這是正面圖 對不對 從正面看的 但是你從上 由上往下看 你就知道它們有沒有坐在椅子上 沒有 所以麻煩你自己 轉一下角度 有沒有看到 它真的在前面 你就 拉過來 這樣有沒有坐上來 這樣看 對不對 你就可以再調整一下 所以如果你要坐到桌子上 你就把它拿過來 對不對 這樣會被動保團體 夠喔 所以你 你也帶動物來 請它上來 但是你旁邊不能放一個烤肉乳 有沒有這樣就做好了 這樣了解了 所以老師 剛剛的問題 是不是在這邊就可以解決了 就是 你除了要會看2D 3D也要會看 再來就是 你要會用這個懸空高度 因為這個是3D模型 我們會需要怎麼 做這樣的調整 因為有些東西我要擺上面 有些我要擺下面 那你就要透過這個來做 這樣子 還OK嗎 好 那 這些基本概念大家有了 我們可以準備來做庭院的設計 會不會太快 真的很簡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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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